大熊又一阵感动就跑去 就是扑在奶奶的大腿上 我把他讲 我把他讲我需要两千万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日文情境小剧场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嗨大家 嗨 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 要先谢谢我们几位听众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首先是喜欢音乐的奶奶 她真的很常来留言耶 她就是到处都有流 谢谢她 对啊 然后她就是在最新的一则留言说 她很谢谢我们分享了小偷家族这部电影 觉得很开心 谢谢 我想怎样 没有啊 就是很感谢她 对啊 真的因为我觉得就是 虽然说小偷家族 它真的是一部蛮深的电影 然后我真的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体力 去准备这个后面的线背知识 但是做完之后就会有一种 嗯我做了一个很棒的作品的感觉 当然也是会有你 谢谢 嗯 不会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重磅消息 帮我弄一个类似放烟火的那个音响 就是我们又收到斗内了 真的太感谢了 对而且她是冲着日文单元来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对大家都有学到很多东西 对好我非常感谢 我相信同一个人啦 就是陆恩爸爸 嗯 她也是女儿的爸爸嘛 她好像有个女儿 然后就是非常的喜欢垫底辣妹的分享 嗯 对啊就说哇这个讨论很棒啊 可以学日文啊 然后也有点播一个日剧 叫做持续可能的恋爱 嗯 嘿那个那个什么 两个演员我都蛮有兴趣的 就是上野树里跟虫中风嘛 哦 对他们就演一对妇女这样子 嗯 各种故事的感觉 然后我得说就是因为 呃做电影的这个分享 就已经蛮花时间的了 对 所以就是更不要说 你要分享一整部剧 嗯 所以就是可能要稍等一下 那我真的一定会把它放在我的名单里面 但我们做剧的方法可能不会是 整部剧都 剧情都讲解这样子 对啊对啊 应该是还是会选择一些 当然当然 主题 对 然后这个陆恩爸爸就来留言啊 就说 听完我们在 骤眼的讨论 是蛮早期的 就是一个日文单元嘛 对 他说 感觉你们蛮喜欢咬文爵字的 关号好的意味 好的意思 怎么意思 咬文爵字 但是我们在就是讲很深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 他说他觉得我们应该会喜欢这部日剧 就是持续可能的恋爱 毕竟里面那个好像是叫 是爸爸吧 就是我还没看我不知道 他是讲妇女 妇女之间的故事啊 是不是谈恋爱还怎样 他们是妇女恋爱 我不晓得 我真的还没有任何的概念 然后他就说 就是那个武郎在剧中是扮演一个字典编辑 所以对于婚姻的文字定义 是有多所琢磨的 我想说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个人也是很喜欢 去追求那种文字的定义啊 然后不想要翻译错啊 这样的感觉嘛 对 总之就是非常非常谢谢 这位路恩爸爸 好啊 好啊 有机会来看 好 那我们就言归正传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电影就叫做 Stand by me 我们真的讲了三次 终于还是没有成功 总之就是 它是那个Stand by me 的第二集 那这部电影呢 我们在去年二月的时候 也有做过一次的分享 就是在上集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是 刚好因应那个下集 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部电影嘛 要上映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就做了个上集 那如果觉得下集也不错的话 就来分享这样子 那过了一年半 终于就是有逮到这个机会 就觉得 真的是 再看一次啊 我还是深深的感觉 这部 哆啦A梦的这个电影啊 它算是哆啦A梦的 第一部的3D动画嘛 然后 我在第一次看 就是上集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然后第二次 就是看那个下集 是跟你一起去 还有跟罗里一起去看那个 呃 院线的 院线的 我整个就是 哭到不能自己 然后就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缜密的 剧本 然后把这么多 很经典的桥段 都很完美的串接在一起 然后最后还就是加了一些 就是有的没的道具 然后就是整个让它 非常的完整 嗯 然后也不会觉得说 有什么bug这样子 对 然后我整个都非常喜欢你知道 因为其实像Stand By Me系列 它们就不像是其他的大长篇 就是都是会到一个 特定的时空去冒险 对对对 可是它不是什么恐龙啊 也不是什么 它就是完全focus在 它们的生活里 对对对 然后它的生活 还有它的成长 是 对 会到未来啊 还有到过去啊这样子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设定是 呃很有生活感 然后很适合3D来呈现 对 然后我觉得第一集 它虽然也很感动 但是第一集的动画技术 我觉得还没有第二集这么好 哦是吗 我觉得 我觉得蛮不错啦 没有但是第二集 它的细腻度又更提升 你是指哪个部分 就是3D的动画效果 对 对我觉得就是科技吧 就是我觉得这几年 应该有长足的进步 对 但是剧本两个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真的是很棒 嗯 虽然说就是 呃我看了一些 日本的网友的一些评价 让我觉得说真的假的 就是真的是有这么的糟吗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要以我自己的感觉为主 因为身为多拉粉啊 嗯 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然后呃就是在听这一集之前 就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去听上集的 这个呃 哆啦A梦的分享 那我会把连结放在说明栏 嗯 那时候我们就分享了很多 哆啦A梦的背景知识 嗯 就是它的名字啦 星座 对 没有写星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呃 每个角色的名字的念法 还有在早期的时候 台湾的译本是怎么样翻译它的 就叫做大雄啊 宜静啦 什么寄安啊 什么之类的 嗯 对 然后 我可以说说吗 嗯 就是那时候我 就是我们在那时候录的 这个内容啊 虽然说并没有像现在这么的讲求扎实度 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很 就是把这个剧情 讲的很完整 或者是要分享很多很就是尖色的日文什么的 嗯 但是我真的可以感受到我们当时的热情 嗯 你说那什么时候是 去年二月 哦 就是大概是过年的时候 嗯哼 对然后就是我们在讲这部作品的时候 就很像是 很像是很雀跃的孩子 就是我跟你讲 就是我看这个长大的 我好喜欢好喜欢哦 嗯 然后你还拿着一本什么小叮当大试点 在阿弥格上说你知道吗 还有什么秘星这样子 哆啦A梦的身高体重 然后是大雄睡午觉的时间是几秒什么的 哈哈 还有什么这个什么静香的什么特技干嘛的 嗯 然后我就很感动耶 我竟然感动于我们的节目 那你说我们现在 做这个节目就没有热情了吗 有 但是不得不说还是有点小累 我跟你讲是 你干嘛真是苦瓜脸 不是是因为 是因为你的犬才 大部分都是很沉重的 譬如说小偷家族 我不会跟你说 Frankie Frankie 他的三维多少 哈哈哈哈 我就是觉得 像什么店底辣妹啊 算是还OK 还算有点喜剧成分 可是小偷家族是真的非常的酷 对啊 说你看偷的那个东西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 我就很难过 然后我想说不行 因为我之前在安排 这整个排程的时候 我都一直想说 我至少要有一个开心的 再来一个难过的 开心再难过 就像是CD的这个编排一样 哦 不能就是 一直给它低迷下去 所以我没办法说什么 我要试制愈合全集 这样子 我们的粉丝会流失 哈哈哈哈 对 然后我想说 好一定要来找一部 我觉得算是轻松 对 然后也蛮好笑的 而且其实我不太需要 很费力的准备 当然还是 就是台词还是要准备啦 但是我觉得对我 以我对这个作品的熟悉度啊 甚至你也可以不用准备 就直接来跟我聊天就好了 可是我昨天还有在 真的还有在看一次 一定要再看一次的啊 然后还是就是很佩服他的剧本 对 我真的非常喜欢山崎贵的剧本 嗯 他真的很强耶 对啊 山崎贵他就是导那个上集嘛 Stand by me的上集 对对对 他跟那个巴木隆一是共同的导演 对 然后我第一次对这个导演有印象 就是他导那个幸福的三丁木系列 然后我对他的印象就是 他很会处理怀旧的情绪 对对对 对就是在那边细阳啊什么的 对他稍微拍戏啊细阳 然后他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 就是你可能看久了 《世之愈和》这种比较写实派的 你可能有时候会觉得他有点过于甜 他的那个 甜 对 他的那个配乐都弄得很满 就是他的配乐是找那个 有个叫佐藤直记 嘿嘿 佐藤直记他就是配那个卡诺 哦哦哦哦哦哦哦 对他的风格就是很甜的那种弦乐 哦哦哦 很甜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就会想象就是 回想到过去很温馨的回忆的那种感觉 那不是很适合哆来梦吗 对啊就很适合 但是呃因为你看久的那种比较写实派 就是像呃那个《世之愈和》啊或者是 哦哦哦 对就是你会觉得 就是淡淡的 可是突然来一个这么满的这样 风派 对就是这个三起柜 他的风格是比较满的 对对对 就是那个情感是很满的 但不得不说我就是哭了 对就是很很三起 但是呢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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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